看 渔夫评论 真准要做 来 跨家 这个 今天的这个 不是礼拜一的中央日报 我们看到这个法务部长 又讲说他这个扫黑 已经锁定这个幕后政商的 操控者 我们现在慢慢的 看就是说 我们政府的扫黑政策 开始雷厉的风行 我们也可以看到 立法院自从天道盟的 这个精神领袖 罗夫驻委员 当上司法委员会的招委以后 金水委员改抵制 不过这个事情越炒越大 那么今天刚好 我们请到的是 法务部长廖正豪 要来到这里 来 先问老师 老师你做败派来多少 五百 五百 你如果做败派来 是要去信心 谈牌中观 我正这样是怕 打这条线 穿这样的 看好脸 我不是 好 来 今天有什么这个 犯法 坐监犯法的人 你也可以fax进来 是02 02多少钱 753 0912 02 753 0912 你有坐 坐监犯法赶快来自首 不过 我们要来 请廖部长出现之前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阿炮他是不是也有坐监犯法 来 真的吗 拜托 余夫你不能跟我拍了 我真的不能做会拍的事啊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余夫评论超级特派员阿炮 阿炮就是我 我就是阿炮 今天非常的荣幸 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是这个红董武林 驾董万万狗 哎呦我真的好快点 驾董万狗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在 在这个坏人的眼中啊 真的是轻之闻之上胆的人 就是我们法务部长廖正豪 廖部长 民国35年生于嘉义县朴子的六角乡 他是母羊座的人 毕业于台大法律系 台大法律研究所的硕士以及博士 并且曾经在日本以及美国都有学术研究过 哎呀说起这个廖部长是吧 他是我以前到现在一直心目中的 真的是一个偶像 大捕头啊 他的一个外号叫做大捕头 以前到现在从来都没有真正去面对面的跟他接触 但是今天真的接触到的时候 说实在我真的有一点点的失望啊 这个怎么讲呢 因为我在这个幻想中的大捕头那个形象 应该像是基诺里维啊 哦对 汉卫战棋那个基诺里维那样子的形象 或者是像那个荒野大标课里面 克林伊斯威特这样 咻咻咻咻 那种酷样 但是今天真正看到他本人完全不是这样啊 哎呦和蔼可亲啊 哎呦微文儒雅 说话真的是客客气气的 长得真的就是好爸爸的形象 哎呦这种人 哎怎么能做到这么这么好的一个法务部长呢 真是有点有趣哦 哎不过就像就像他等一下要介绍他过去小时候的状况 也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了 因为我想象中这个大捕头的形象 小时候应该就是那种玩那个BB枪 一发子弹可以打掉六个空罐子这样 呛呛呛呛呛呛 或者是像像这个这个那个鼓工非常高响啊 稍微一蹬砰就可以跳上去 结果他小时候也是很厉害 可是跟这个大捕头的形象完全没有关系 他最小的时候三岁就给人家发学 他的数学非常的高强 有一天啊他妈妈带他到市场上去买菜 他要捐铲捐菜啦 一四个骨子行这样捐捐料 本来就要算钱了 连老闆都还没算 我们的料部长就给他算出来 832块了 哎呦哪有这么三岁小孩子 这个数学就这么厉害了 而且啊这个其他邻居还不相信 真的给他考了一次 哎呦就真的是被他猜对了 所以啊小时候这个料部长真的就是非常厉害 当然了除了在这个数学非常的有名 这个小时候厉害之外 他念书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用功 一路考试啊都是考的第一名 尤其是在台大的时候 哎呦说起来已经真的怕死人了 哎大一大二哦 哎那个民法啦宪法什么法都还没有念完啊 他就去考上了司法部长 二十岁 科长不是司法部长啦 这么大啊 司法官啦 二十岁就当上了司法官 这个在我们司法界有史以来是最年轻最年轻的一个 而且他在大三的时候又考上了律师啊 所以啊这个这个大家同学啊 这个老师之间都给他一个封号叫做料高考啦 哎呦真是不愧难怪现在能做到法务部长嘛 然后啊他这个很年轻的时候 比如说刚下部队啊不是下部队啊 刚出社会的时候 那时候他就以司法官的身份 然后做检察官的工作 哦哦他就跑去办案了 那一办案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刚出社会 打他替根头而已 哦啊又没有穿制服 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啊 所以那个在在这个这个命案现场 这样跑来跑去啊 有一些警察还还在想说 哎这谁啊 哎呦好像笑的哦 哎呦跟他拐走了 还真的把他赶走了 啊这个我们廖部长 哎呀还是老型宅宅 没有一直强调说他是这个检察官啊 就等等等等到这个这个分局长来的时候 分局长给他介绍大家 大家才 啊原来只有一个检察官竟然那么年轻啊 哦哟真是真的厉害 不过我这点可以跟大家讲啊 就是人真的是不可以貌相 哎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哎我有个朋友前一阵子 到那个云林去 他去那个拍那个一个庙宇 哦就因为他是从事这个电视界人 他去拍庙宇啊拍啊拍啊 这个就有一个人啊 啊握一支那个云林的啊 啊穿一个团啊 啊穿地团啊 捕一个本人的来啊 他这样想着想着说 哎呦 啊你们头像啊 哎呦我们那个摄影师哦 还还不知道他是谁啊 想说这个大概是神经病啊 把他护照 还好我那个朋友眼尖厉害 看到这个挂云林的就 水甘说哎呦 大哥哎呦哎呦你来了 哎呦来来来来 参观参观 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那个人就是黑熊啊 哎呦真正是好你赶在啊 我那个朋友眼尖认出他 不然啊现在在哪里都不知道了 嘿嘿 不过嘿嘿 这个人终于还是敌不过我们廖部长 现在终于被他哭去了 哈哈 我们大家日子会好过一点 那接下来有两个问题啊 要真的是要问一下这个这个廖部长 他这个因为以前马英九部长 当时抓那个慧玄 哇呦抓的变变变变变 但是啊就很多人一直要把他拉下来 啊我们现在廖部长啊 现在也是雷厉风行 扫黑啊 什么弊案啊通通给他抓 哎为什么大家这么支持 那是不是哦你的功能 你的特异功能 不是特异功能 你看这个手腕比他还强呢 哎是不是你比他还适合当台北市长呢 对不对 哎我听说现在很多人呢 哎不只是一两个好多人都想说 哎下一届台北市长一定是这个廖部长啦 哎不过又听说这个李登辉总统好像对你也是相当的重视 可是不是要叫你到台北市当台北市长 那是要到高雄市去当台北市 不是高雄市长 哎这是真正的问题 因为节目中可以把我们稍微套牢一下吗 好我们把现场交回余福先生 OK我们非常谢谢阿炮 不过呢有司法部长嘛 这个阿炮呢实在是要好好的反省啊 不然给你送绿岛 来我们现在赶快来欢迎我们的廖正豪部长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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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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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照顾一下 尤其是嘉宜的兄弟 嘉宜六佳 六角胸 六角胸 好先请部长坐 休息一会以后马上回来 好谢谢 OK 欢迎再度回到咱家港在地观点们余福评论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请到现在目前是声望最高的 我们的法务部部长廖正豪 廖部长 廖部长你好 谢谢 主持人好 是 你今天目前这个民间生活非常的高 我们也做了一些街头的这个访问 那么一般人呢 对你这样子的强力少黑呢 他们都非常的这个支持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一般的这个百姓 对你的看法 来 就这一次这样子泪泪风行的一种作风 可以就是把它一些隐藏在它背后的 可以完全的挖住 我觉得这蛮好的 要不然对于少黑的这个工作呢 做得不错 我蛮欣赏它的魄力 少黑本身 它不是说喊一喊 它就是需要实际的去做 它不错 很好 可以继续下去 对我们的自然 有很大的帮助 年轻的小朋友 先生的小朋友 给他们一个很正面的一个教育 不错 如果它没有这个魄力的话 这个 好像这个社会好像会越来越乱 会出现一些乱象 OK 这是一般的这个百姓 对我们部长的看法 不过我们的问题是在信箱里面 我们先来开信箱 我都不是变这个 谢谢 这是我家乡的产物 是 你的家乡的产物 我家人平原 我家一些六角箱 就是生产化生 我听说部长家里面也是 我哪里是在做 我小时候都种过 而且摘过 到乡下 到那个田地 不过听说这个六角箱里面 大家讲万坛 哦 为什么 万坛说他们在种这个花生 种这个孙子 种这个结果不如出一个料争好 比大家有名 哈哈哈 我们乡亲爱父 是 对啊 不过说到这个 我们这个部长 有没有做过违法的事情 呃 我这个不能做违法的事情 不能做好 对 可是我们查到的资料是 部长做过一件违法的事 双重学籍 哦 可能有点误会啦 并不是双重学籍 怎么回事 不是在大三的时候 到司法官训练所去受训 那么当然那个时候还是学校在学嘛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整天都在司法官训练所 是没有去上课的学生 不是双重学籍 因为司法官训练并没有学籍 那么学校是有学籍 所以到后来 这个我到司法官训练所 第一这段结束呢 我就回到学校 把大四的课呢把它完成 是 所以那一步我们就整一顿 要放弃就对了 对 所以司法官训练到最后那个这段 我就离开回到学校 那没有算违法啦 我想因为那个时候学校也曾经研究过 后来也没有处分 他就是说你选择一下 那么或者是回到学校 或者是因为都没有去上课 我这个真的做学生啊 没有没有尽到本分 这个是事实啦 只有考试的时候啊 从司法官训练所请假 回去考试 不过这个事情我们听说就是让你影响到 你后来这个调查局的人员 后来你在任这个调查局局长的时候 你也特别的给这个所有的调查局的人员 可以戴心禁止 是不是这样子 我想这个我一再的鼓励同仁啊 一定要进步啊 不能停顿啊 因为停顿都就会落后 所以包括在我服务过的几个地方啊 我都鼓励同仁 尽量有机会就要进修 是 所以跟这个事情也当初也是有关系的 就是说你自己的感觉 不过我们现在要来警察这个部长 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 目前您这个扫黑啊 刚刚我们知道 您是嘉义县的这个六角乡人啊 奇怪 你才会为你的乡亲开始一直撩 哈哈哈哈 有没有有在乡的委居会 其实是这样子啦 我觉得我们执行法律啊 一定要公平啊 要很公平 要坚持法律的规定啊 不可以说有一点数偏啊 所以有事实有证据啊 那你就不能再考虑说 是乡亲不是乡亲 是什么地位 是什么党派等等 这个都不能考虑 因为只有这样子啊 我觉得我们这个整个社会啊 前一段时间真的是非的观念 善恶的观念 对错的观念 嗯 还有所法跟违法的观念 是 都没有把它理清 嗯 那么我想啊 这个我们做这些扫黑素贪 反毒啊 啊 这个查查慧玄 嗯 查办经济犯罪 嗯 这些工作同时也在做 很根本的就是法治教育 嗯 那么让社会呢 这些正确的观念可以建立起来 所以这样的一个目标呢 我们就更不能再去想 说他是我的什么人 或者我认识的 嗯 或者是哪一个党派 是 或者他怎么样的身份 嗯 所以可以说是法律之前 人人平等 嗯 不过外面有个这个讲法 就是目前现在这个法务部呢 是积极的扫黑没有错 好像开始抓的是国民党的 比较多了 但是呢 有个讲法就是到了这个联体选举 开始就是 准备要抓民进党 还是没有党的 看我们这个事情 哦 我没有听到这样的讲法 而且我们 执法的人的心中啊 嗯 绝对不能有这样的观念啊 因为事实够 证据够啊 嗯 就要处处理 那你不能说现在 抓哪一个党 过一段时间 抓另外一个党 我觉得都不可以嘛 没有按照这个政党比例吗 没有 没有 因为 呃 现在当然这个执政党的人数啊 嗯 是比较多啦 嗯 那么所以现在执行的 好像也是执政党的人 人比较多哈 是 但是 好像我也没有特别去 了解 分 把它分辨出来说 是哪一个党 嗯 但是啊 别的党 还是 会有人 被执行到的 你是说 会有别的党 不是 原来这个 包括违法的这些人啊 是 我想 因为我没有去查啦 是 我觉得也不应该去查啦 但是啊 就是比例上哈 这个当然会 有的比较多 有的比较少 但是啊 我认为啊 应该也有 好像说支持哪一个党 哪一个党 不同党派的 是 现在我们执行的人 嗯 当中呢 也应该已经有这样的人在里面 哦 听起来有点 想要抓 有开始有在准备 在野党有在注意就对了 不是 我们一直是全面性的 不是 因为这个工作是 我说 要把它变成一个制度化的工作 不能说 因为我现在做 那么就做得积极 你别人来做呢 他就不做 或者做得不积极 是 所以一定要落实 嗯 落实呢就是要全面性的去做 是 而且要长久 持续的去做 不过您曾经讲过说 在这个明代里面 有一个一定的这个比例 嗯 那么这些比例里面呢 就是说 大家算一算 好像立法委有几个几个 大家在按照你的比例的算法 然后 像你的这个同期的这个 同学 我们知道黄祖文 原来他还咨询过你 那你的反问就是说 黄祖文你不是 但是我们知道还有其他也是 那像这样子也不能内举 所以我们政府在这个部分 是不是 像这样子所谓掌握这样子的资料 是不是包括也也有在野党的 你们已经在注意了 这个是这样子 我讲的比例啊 是说以前啊 他的记录上 是 有的有前科的 嗯 前科的就是包括这个打架的啊 什么这个以前这个做 折瘦的啦 恐惑的啊 这些犯罪的事情 另外就是有一些是有黑道的背景 嗯 那么黑道帮派的背景呢 不一定是他自己就是 黑道帮派 嗯 他来往很密切的 是 也有 那么这样的一个统计的资料 嗯 那么所以这个资料呢 是一个数据在那边 嗯 但是啊 我们不能说以前他怎么样 我们现在就办他嘛 嗯 也不能说这个 人家很多人说他是怎么样 嗯 这个我们执法单位就来执行他嘛 嗯 我们一定要收集到他的事实 他的证据 嗯 那么事实明确 证据充分呢 嗯 他就是我们执行的对象 是 所以不预设立场 是 也不先预定对象 所以你问我说 呃 可能下一个是什么人 嗯 或者是哪一个党派的 我实在 没有办法去答复啦 是 要看数据看证据嘛 被你点名到大家都紧张 哈哈哈 不过我们再的话讲回来 当然是大家这个朝野都非常支持 这个整个少黑 是 不过呢 我们知道就是早期的像 比如说 刚开始的时候抓这个蔡冠伦 那一般的这个 大家所了解的这种蔡冠伦 他并不是什么四海邦的什么老大啦 甚至像 我们知道这个白狼 他自己也有讲 他说这个蔡冠伦 他只是有时候帮人家要要在而已 那怎么会抓这种人呢 那他说要抓的 应该是抓这种政商勾绝的人 那我们看到这个中央日报里面 你也特地提到 要抓这个所谓的 扫黑锁定幕后政商操控者 这个什么叫做幕后政商操控者 这个我先要说明一下 这个我们执行的对象 一定都是事实很明确 证据很充分 那么这个 当然 他如果只有是一般轻微的犯罪 我们就按照一般的这个刑事侦办 那么比较重大的就是 所谓的制评对象 那么这个蔡冠伦先生呢 我想外面所了解的 跟我们执法单位所掌握的资料呢 并不完全相同 那么当然 这个将来会侦查 会起诉 会判决 你的意思不是外面了解说 只是单纯要要在而已是不是 对 对 相关的这个资料呢 执法单位都有所掌握 但是我一直在讲 我是认为啊 黑道帮派是很可恶 因为他有时候无恶不作 那么这个侵犯到人权 但是今天黑道帮派会这么厉害 会这么严重呢 就是背后有一些人在运用他 那么运用他呢 就是说这个不只是这个政治这个人物 有的是因为选举 但是还有的呢 甚至于外面一般的这个做生意的 那么这边用一个黑道帮派 最早呢是说去恐吓对方 那对方呢 他所谓的反恐吓 他去找一些黑道帮派 那么两边恐吓 但是恐吓呢还是不动手 不动刀不动枪 那么觉得说这边又有点力量小啊 他会找更大的 这边也找更大的 所以到最后呢 变成开枪 杀人 无所不作 那么所以我这个始终认为啊 背后来操控来利用的这些人啊 他的恶性绝对不亚于这些黑道帮派 那么所以斩草要除根 一定要把那个根源解决掉 您讲到这个根源的这个问题 我们在做这个地方派系调查的时候 也突然发现就是说 比如像有些地方上的黑道 他出来参选民代 他本来是无党的 但是后来 我老实说啦 国民党请他一次的做 你知道做副议长的时候 就请他一次的动 这样子执政党是不是要负很大的责任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以后马上回来 OK 欢迎再度回到我们今天刚才的观点 比如评论我们这边有很多这个朋友传真进来 首先呢 这边有一位呢 他讲得非常有趣 他说他很佩服你这样子 这个部长这样子的扫黑 所以他称你廖青天 但是呢 他说你最好不要选市长 他是不赞成你去选市长 是 那么另外呢 还有这位朋友呢 他是认为说 这个部长是抓了很多人 没有错 但是呢 我们现在看得到他是说 像这个立法委员啊 或是省议员啊 或是就是说没有抓到中央 现在连一个这个嘉义市的议长都抓不到 这是这样的想法 这一点这个部长的看法怎么样 谢谢我想刚才你提到就是这个今天的黑金的泛滥啊 我想这个原因错终复杂了 而且也可以从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来看啊 我觉得真的最近这几年啊 功利主义盛行 价值观的扭曲啊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是整个大社会整个大凡贼的问题 所以我想做这些事情呢 一方面治标一方面也要治本 要就我们整个社会啊 做一些调整导正啊 所以我自己认为啊 这些工作呢 不只是扫荡 还是在做社会的改造 心灵的改革这样的工作 那么这个也是我最大的期望 不过我现在我的问题是说 事实上执政党有把一些这种 纵容黑金这样子 甚至有一些人的讲话是说 因为它纵容黑金 所以才会产生今天这样子不可收拾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是觉得啊 不仅是执政党啊 这个包括我们的很多的公务员 都没有贯彻它的公权力 没有严正的执行它的职务 再另外包括我们整个社会 刚才谈到 像生意人你要解决问题 你为什么不到法院去 你为什么一定要找黑道帮派 那么地方派系也是都是这样子 所以久而久之呢 大家习以为常 但是啊 我有一个很恰当的形容 我说你找黑道帮派啊 就如同你在吃鸭片一样 饮症止渴就对了 对啊 饮症止渴 越吃越多越没有效果 到最后呢 你自己就死在那里了 那么所以我真的是希望啊 大家整个观念能够改过来 能够调整 那么另外刚才这个有朋友提到啊 对是 为什么他抓到现在 連一个 他现在没有一个省议员 没有一个立法委员 大家很关切这个问题 是啊 我想 这个也是要回到我刚才讲的 是 就是说我们要凭事实 凭证据 嗯 我觉得我们的国家 已经进步到所谓的民主法治啊 所以不能说像有时候啊 说先抓人再找证据 嗯 不可以这样 那么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治安同仁啊 都在缩集证据 嗯 只要证据够呢 那个人就出来了 不过你也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比如说像省级的民意代表 他自己本身比较容易 自己亲自去打手 对 就是这样 那么中央还是算是 他是真正有权的人 他反而是真正有权的 可能有些人是叫做精神领袖 他不会自己去动手 那像这样子不是 这个证据不是比较难拿到 是比较难 所以我们就是要缩集到这样的证据 是 那么很多证据呢 可以说是到中间啊 嗯 就可能切断 但是啊 我也要很明确的讲啊 嗯 2个人切断就有盘了 哦 2个人切断就有盘了 3个人切断就有盘了 所以天皇灰灰灰疏而不漏 我觉得做那些坏事的 中南他只是 把旧妮子还是死个颜色啊 底下就去做啊 那些证据不一定能到他 但是啊 这个一个呢 他心里一定不安 嗯 嗯嗯 第二个啊 总有一天啊 我相信我们的执法单位 还是能够找到证据 是 哎 这点的给他这个感触甚深啊 也当然啦 也把这一点呢 是建议给罗夫助委员 啊不 我不说这个 哈哈哈 不过我们有立法院 有一些同仁啊 对你 这样子的看法 立法院的这个委员 他们有一些对你一些看法 我们来看看 谢谢 目前的少是一个治标 而且是不得已 已经是在我们人内 我们无法容忍的时候 开始做的这个行动 这个几个月来呢 我们草野 都相当支持法务部 啊 廖部长 啊 还有检警单位 管理少黑 少黄 少白的政策 跟决心 我们对政府要少黑的这个决心呢 对廖部长少黑的决心 我们没有怀疑他 但是绩效呢 老实讲 我们都不满意 啊 啊 举个例子说 呃 这个这个 这个廖部长给我们的资料是说 有做到了1528位 啊 啊 这个帮派的分子 但是呢 所谓的这些中央级的民代呢 所谓大位 到现在为止呢 只有一两位而已 社会少黑的部分啊 他 可以说义 义无反顾啊 我们 立法院的人 委员们都说 他是一个平面山啊 是啊 我们刚刚也谈到就是说像这个中央级的 比如说他可能不是自己亲自去抄刀 动手 但是现在的问题出在就是说 啊 啊 我们也看到这个罗夫柱委员呢 他像刚刚蔡明宪委员 他跟罗夫柱委员 但有很多人呢 啊 一直希望他辞去这个啊 司法委员会的这个招委 那么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说 我们知道今年的这个会期 刚好是要审查预算的 是 那么很显然呢 就是啊 我们知道招委的权力非常大的 那么到时候就是比如说法务部 有一些什么预算 我就没给你过 啊 这时候不是你 不是很难做吗 啊 我倒不觉得有这个困难啊 嗯 因为这个如同 呃 刚才您指教的 我们 几乎是全国上下 嗯 朝野 大家全力的来支持 法务部这个工作啊 我想任何委员呢 也都了解这样的一个状况 而更何况这个委员审查预算 审查法案 也有它一定的规矩 那绝对不是说随心所欲 那么我到现在听到了 这么所有的委员啊 都支持我们这些工作 当然也会支持我们的预算 所以我是比较乐观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什么困难才对 没有 你有困难跟我们说不要紧 好 谢谢 没有 电视机上讲讲讲有讲的 谢谢 谢谢 不过我也是讲讲讲的 就是说我们知道 就是刚刚我们也看到五党集 他们说干脆我们就是不要 司法委员不要把你排入任何议程 那你不是更糟糕吗 如果我不想 我们不觉得就是说 真正的一些影响力都没有吗 真的对预算的这样签字都没有吗 我想 因为立法院它是一个合议的机关 是 它不是说一个委员就决定一切 所以我想只要绝大多数的委员都支持 我认为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刚刚我们也看到这个谢委员讲 他说扫黑其实是指标 另外还有一个蔡平宪委员他也讲 所以说一直 目前中央这样子的一个名单 一直交不出来 那到底是不是部长就是说像这样子的 要达到他们所要求的这样子一个 是不是要什么时候呢 你刚刚一直在讲就是说 我们扫黑是一个长久的工作 那么到底中央的是不是 你这样扫黑的过程里面 难道没有把我们明白的 就是把国民党的根基扫掉去 我想这个不能去做太多政治上的考虑 那么这个扫黑的工作之外 我们还要做整个法治教育 就是我讲的整个社会改造的工作 不然你越抓呢 这个大的抓左来小的又出来 永远是抓不完 一定要从人性 活出就是等于把人性 把爱心找回来 我们社会就会少掉很多犯罪的人 我们真的也没有办法去想像说 他这样子一天到晚好像舔着刀口在过日子 那他想一想 真正冷静的想一想 也不只对别人不好 对他自己也不好 所以我想没有人愿意过这样的日子 那么所以我想这些教育呢都要加强 加强让人可以做一些改变 那么让这些犯罪的人减少 我想所以我是说我治标的工作之外 治本的工作呢 其实我也推动了很多 但是比较没有新闻性 所以外面不大有兴趣 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你开始有这个股市扫黑等等 还有你还启用这个王龙舟 当你这个调查局长 因为他有这个财经的背景 那最重要的是扫黑必须要斩断 的活力 没有错 没财源 没财源就对了 这点等一下我们要来请教你 另外呢 我们刚刚也看到这个 洪迅荣委员特地讲到 你是拼命三人行 谢谢 太太的身体呢 听说最近没什么好 你就没时间去看 我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 来听一些陈证料 来麻烦一下 多等 谢谢 OK 欢迎再度回到 我们今天刚才的观点 渔夫评论 我们今天呢 反问到的是我们的扫黑的 我们的廖青天廖部长 不敢当 不过这个真的是扫黑是一个非常 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不过部长听说 部长这个 这些是真拼命 拼命三人 谢谢 太太说你大学的时候呢 那么他喜欢上你从 他到大三才跟你交往 大一就认识了吧 大大大 同学 同伴同学 同伴同学 他是到大三才希望跟你交往 是为什么呢 我想大一大二 一天到晚读书 那个比较像书带子 就这个 不过怎么会说 你这个人以工作为准 然后没有什么生活的情趣呢 怎么会这样讲呢 我想因为我对任何一个工作 我都非常的投入 那么几乎差不多就是全天后 都交给这些工作 你一天我睡三四点钟 我经常差不多三四点钟了 那是怎样 大体上还好啦 我觉得 最近有一本书叫 《脑内革命》 啊 脑内革命 就是这个 只要你努力的去做 那种善的因子 不断的刺激 刺激一种像什么阿法 还是贝达的 什么 对 所以 我有时候人家问我说 你有什么这个运动 我说工作就是运动 但是我觉得 心安理得非常的愉快 不过太太说你零运动 就是啊 所以我说工作就是运动 都是在工作 不行 太爱足以了 谢谢 知道最近 太太得了这个乳癌 是不是这样子 是 那你也没有时间去看她 是 我就是利用空档了 所以是 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 目前的这样病情怎么样 都脱服 因为发现得早 所以这个都拿得很干净 现在恢复的情形很好 谢谢你的关心 不过我们所知道 就是说你还 曾经跟这个女儿答应 就是说要 这个回去享受田园之乐 那不可能 我是觉得啊 我唯一的愿望 也是这个 我们的自愿啊 就是把我们 台湾地区的治安啊 要改好 做好 那么 我真的很怀念 我们小时候啊 在田园里面 无忧无虑 那么 做小孩子 也没有什么畏惧 做大人 也没有太多的担心 但是这几年 我们看到整个社会啊 不过你小时候 我听说 你最喜欢的是 穿着这个 刺脚 刺脚去踢石子 有有有有 有 就是啊 因为乡下 好不容易看到一些石子啊 那么在田园 在路上啊 就觉得 实在很好玩 是 那么你说现在的社会 如何到那个时候 现在的社会 实在是软 我们实在说 因为这个 没有什么社会的官僚 所以 这个大人呢 要担心自己 要担心小孩 是 小孩子呢 我说以前 如果人家来问路 我们 会很热心告诉他 甚至于 带着他到那个地方去 但是现在的小孩子呢 我们大人 要先告诉他说 你碰到那个陌生的 不要理他 是 所以他问路呢 你说我不知道 你去问大人 其实就在附近 小孩子也不敢带他去 那么 这个是陌生的人 后来说 有很多 强暴的案件 都是熟悉的人 所以大人又告诉小孩子 说 哪些认识的叔叔伯伯啊 你也要小心 不要理他 我说 这个是很可怕 嗯 我们这整个国家 整个社会啊 将来要交给我们 这些年轻的小朋友 但是我们今天教他的 都是怀疑 都是敌视 嗯 那我们怎么放心 把这个国家社会交给他 但是又是非教不可 所以我觉得啊 我们应该在最近 这几年当中啊 把整个社会的风气 把大家的观念 要扭转过来 嗯 让大家真的能够 生活在一个安居乐业 是 没有畏惧这样的一个社会 不过这个啊 部长这个 您说这个让我想到就是说 像我在教我的小孩 也就是说 认识的才能叫阿姨 不认识的要叫小姐 但是我另外我们看到这个 姚高桥署长他也讲到说 他也不要他女儿坐计程车 你敢这样教他 我这个倒是让他们自然啊 不过我自己的小孩子 他倒不会自己坐计程车 他都是这个做公车 嗯 不过我们再说回来 就是说 你应该一直在讲这个田园之乐 是 那么也希望台湾的整个社会 这样子 能够达到这个心灵的改造 对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远的路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执政党有意思 是要你去选这个高雄市的市长 不过如果你来当市长的话 不是更能够从一个地方 一个地区这样改造起来吗 你不觉得吗 我都不认为这样子 一方面啦 我现在做这个工作啊 我刚才当然有委员提到啊 是 说这个成绩还不够理想 我自己也承认 我觉得整个过程很顺利 嗯 就是说这个说正的跟执嫌的 嗯 这个除了刚才讲说 有某一个议长啊 嗯 他是跑掉了 跑掉了当然 我们现在还全面在这个弃谱 嗯 那么这个 我们也希望啊 能够尽快 让他到岸啊 嗯 那么之外呢 我觉得啊 这个我们 这个 整个的 这个社会呢 嗯 我们真的要让他做一些调整改造 是 那么这个 呃 长久的 做下去啊 嗯 呃 对整个社会啊 会有更大的贡献 嗯 那么当然我也 就认为 市长也有他发挥的地方 嗯 但是至少在目前我这些工作呢 我要全心全力啊 把它做好 所以我从来没有想到说 呃 要去选什么市长 没有做这样的想法 不过我们看您整个的这个 从政的过程里面啊 比如说啊 叫你去当这个省府的这种啊 基要或者主任秘书的时候 你也是 就是听着国家的这个 安排你就去了 另外呢 我们看到你当 甚至当新闻局的副局长 等等啊 你通通都是听从国家的这个安排 后来当调查局长也是 也是 听这个连议院长这样子的安排 那如果 中央已经非常明确 我没有看到报纸 已经非常明确 就是要你去 嗯 选择高雄市长的话 你 你还是会选择田延之论吗 我想我应该 第一个就是把自然做好 是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这个 下来佼佼书啊 回到乡下 嗯 这个 过这个一般很平凡的生活 这个还是我最大的愿望 意思是说你不会参选高雄市长 我现在没有考虑过 没有想过 不是 我是说如果上面的人希望去选 我想 这个 嗯 那 恐怕治安的工作 还要做好几年 还要做好几年 我想 这个对我一方面也是 我的志愿另外 也是 应该算是更 比较属于专长 嗯 这样的工作 不过部长你家里还有田吗 你不是卖掉一块田 我这个 没有关系 乡下还 这个 我家父 他现在还有一些田在那 不过我们所知道 这个 我们的部长 你曾经这个 因为你的这一块田 是卖给这个 卖了以后 拿到了八百万是吧 来做这个调查 是调查局的这个 互助基金呢 来喔 然后来发给他们一些这种 是整个员工里面的福利 是不是这样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是抽到这一笔钱来 解决以前的老问题 是 那么 因为我是这样想 我说 我现在不解决呢 以后的人呢 更不容易解决 嗯 那么 我不希望说这种 已经存在差不多20年的一个 老问题 是 再交给后面的人去删脑间 是 我常常在很多机关 我说 嗯 困难 要在我们自己所上 是 把它解决掉 不能留下来 不能交给以后的人 是 不过 您刚才讲的这句话 让我们非常有趣 那时候大家想法就是说 这个 前任的这个 吴东明这个局长 他会下台 是因为调查局里面 有太多的这个 新党的色彩 所以到你的时候呢 是要你去把这个新党的 里面的这个调查局新党的色彩 这样去除掉 有这回事吗 我想这种讲法是不正确的 嗯 第一个就是调查局前吴局长 嗯 离开之后呢 他是高升到 国家安全会议去做副秘书长 是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 他已经担任调查局长有五年多之久 嗯 那么第三呢 我相信 这个 上级的考量呢 一定是认为 这个 适才适手 是 那么 我在行政院的工作呢 当然院长总统都很了解 那么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呢 是希望我到那边去 在工作上呢 有更好的表现 是 所以我想这个 到了之后呢 我也从来没有去谈什么党籍 嗯 这些观念这些问题 嗯 我是自己以身作则 那么带着大家 嗯 真的是日以继夜 嗯 那么能够这个 把调查局相关的这些工作 是 每一项都把它能够提升啊 是 那么所以 我也很感激调查局的同仁 也真的是跟着我 日以继夜 是 那么所以他们 有很好的表现 事实上我在那边的 嗯 一点点成绩呢 都是 每位同仁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嗯 这个 我们的这个特派员阿胖了 他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 来问问你 谢谢 哎呀 当然啦 今天我们访问到这个大人物啊 廖部长啊 我们当然就要去去访问另外一个人 那就是前部长 马英九 哎哟 真的是好不容易逮到他 访问到他 我们赶快来看这段VCR 好 访问我 不要访问我了啦 我现在都没有人 要理我了啦 要问什么啦 哦 问我廖部长啊 我真是哦 真的是很委屈啦 你看啊 我当部长的时候 哎呀我也是被抓坏人嘛 啊为什么就被人家这样这样子踢下来呢 啊扁扁是法务部长是怎么大小孩差这么多啦 你看看我现在多可怜 我只能在这里跑步啦 啊 啊我去关心一下这个这个维建户 又被人家说成作秀啊 你看我怎么办啊 哎呀不跑了不跑了 哎呀好啦 既然这个被访问 那我就问一个问题好了啦 啊啊啊 廖部长也做过部长啊 啊我以前也做过部长 啊是怎么 我做部长我抓坏人就不行呢 啊这这这难道难道我我年轻这个也有错误吗 啊难道我长得这么帅 啊现在已经不帅本来是马脸 你看现在变成驴脸了啦 难道这个马脸也有错误 我这么帅也有错误吗 啊 好啊以上就是我 哎我们访问到这个马部长 我们赶快把这个问题丢给余夫 这个事实上啦 像这样子的问题等一下 我们要来请教我们的这个廖部长 不过我们先休息一会儿以后马上回来 OK啦欢迎大家对我回到乱家康仔的官邀们余夫评论 我们今天非常高级还问到的是我们法务部长廖正好廖部长 那么刚刚我们也谈到一些说好像跟这个 人家说怎么现在马云九那时候扫黑啊 我们来扫到什么事啊 跟博山上面好像不太支持 好像是你上海游走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 不是我想这个扫黑跟树摊啊 这个叉叉会选反毒啊 查办经济犯罪啊 这是政府一贯的政策 其实马前部长在做部长的时候 我在调查局做局长嘛 很多工作呢也都一直结合在推动这些事情 那么这个我想到法务部之后呢 因为我把检察官 县兵调查员跟这个警察啊 这样子加起来差不多有十万人以上的自安力量 做了一个整合 这是空前所未有的 那么而且很激动的可以这个来调配 所以产生很大的效果 我想这是做法上的问题 我也从来不想说跟什么人去做比较 我觉得我是乡下人嘛 那么应该做的事情实实在在去做 这个我认为啊 是这样子那么得到大家的了解肯定 那么最后大家来支持 我觉得这个也是能够展现出一点 成果也是我真的要感谢各界 包括我们执行的这一些 包括检察官 宪兵 调查员以及警察 那么以及很多的民众 大家提供很多的资讯 所以我们的资料呢会更多 那么执行会更加顺利 不过我们知道就是说 你是把这个这一些黑道 直接就把它送到这个火烧岛绿岛去 那么那时候为什么会采用这样子一个政策 你刚刚也提到就是说 你的做法上是比较不同的 是 那个现在在绿岛的一共有89位 但是实际上我们执行羁押的有 一共有270位 那么这个侦办的黑道帮派的人士 到现在为止已经有416位 那么这个当中270位羁押的当中 89位送绿岛呢 这个有多方面的考虑 这个有多方面的考虑 一个就是说 这个他自己的安全 因为闯荡江湖啊 这个总是恩怨很多啦 保护起来吗 保护起来吗 要让他不发生危险 这个也是我们对任何一个人还是 不要让他发生危险 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西部的所有的监狱看守所啊 都超额 都是融额比实际上的定额要多的很多 那么如果是摆在那个地方呢 一方面复杂 另外一方面 我们的这一副工作也比较困难 那你不怕他们在里面又形成另外一个天道蒙 到时候又出来 所以我们都考虑到 所以我现在在绿岛的房舍呢 都是独居房 每一位呢 我们这个本来一个房间呢 可以住两个人 现在都只有住一位 都只有住一位 都只有住一位 总统套房啊 不是 不过啊 我们也知道就是 我刚刚我特地提到就是说 您这个要斩断这个整个的黑道的这个资源 是 那么那启用这个王荣舟这个先生来当这个 这个调查局局长 那现在怎么做去斩断这些黑道的经济资源 是 现在我们每一次的行动啊 是 调查人都一定参加 但是啊 这个调查人都是文若书生 所以你叫他说在第一线啊 实在说 危险 不可以让他这样子 所以第一线是警察 是 憲兵 所以我很感谢警察 憲兵啊 他们真的是这个冒险犯难啊 那么能够去执行到这些这个不法的人 但是啊 很重要的调查员我要他们参加呢 就是他可以搜索扣押相关的这些证物 战策 这个财务往来的资料 甚至于到银行 合作社去查他所有的金钱 流向 那么从那里面呢 就可以发现他可能赚了些钱啊 像我们前一段时间办了很多这个工程的弊端 对 黑道的书记哦 先赚一堆多大堆 这个有一个工程只有八亿九千万啊 是 他就拿掉一亿五千万 哦 就就这样子啊 他就可以赚很多人啊 所以就这样子啊 所以他的势力就越来越大 然后黑白刮钩啊 那么这个公务员黑道不法商人 地方上的这一些这个不法的行政人员 就是这样子大家够结在一起啊 那么所以把这一些资料都拿到 拿到呢 好好的去清查 那钱怎么来 是 怎么去 有没有交税 没有交税罚钱 是 那么这个来源不正当的把那个来源断掉 是 那么慢慢的这个 我们会一个一个 会来处理他这一方面的事情 那么他没有这一些经济来源啊 他就并不广 并不广 在国内他也不要想壮大 以前在国外啊 他可以遥控说 这边 这个钱的来源不断啊 就他在国外还是可以继续的遥控 甚至于在外面再做到 现在这种机会没有啦 是 OK你的朋友对你有些这个 没有对你有些建议 谢谢 谢谢 包括法务部 这些检警单位呢 需要更积极的去配合这些扫黑扫房 或执行这些检察官的职务呢 我们还对廖部长很大的期许 另外呢 我们希望说廖部长能够在这个 民意的这个支持之下呢 在这个我刚才讲的治安呢 扫黑扫白扫房的政策呢 用这些积极的努力 这样的部长呢 我想如果没有90分 我希望他都80分 廖部长学刑法刑事诉讼法 所以他对于刑法上 我们要一个犯罪要构成 他的构成要件是非常严格的 他是很清楚的 他对于刑事诉讼法整个在打击犯罪之中 应该注意到他的程序正义 要对于即使是一个犯罪人 也应该要有适当的人权的保障 我想他应该比我们更清楚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也希望廖部长能够在 我们一方面在社会的需要下 我们要做扫黑的动作 同时在整个的实行程序上 他也应该注意到 整个的一个程序正义的一个维护 一些人说他的现在职务做的不错 希望未来能够参选 但是我们是 因为我们是投入政治人 政治人的这个 跟法律人不太一样 政治是比较没有标准性 法律他是依法行政 所以我依他的个性 和做事的这种 这个一贯的作风 我还是奉献他别人 哈哈哈哈哈哈 OK 现在要盖你的心情 谢谢 最后我们现在三十秒 现在请我们不想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好吗 是 谢谢 我想我们扫黑的工作 可以说是今天不做明天要后悔 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努力的做下去 而且扫黑的工作是永无休止 永不妥协 因为只有道长才会谋消 而且我认为我们这个工作 当然要我们检察官 检察 调查员 再加上宪兵 执法同仁 全力的去贯彻之外 我们全民的协助 是 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要呼吁 我们全体 民众大家共同 好 非常谢谢我们部长 部长也要继续加油 谢谢 好 来 明天赶紧时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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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